要不老那去看看 望叔 你去看看 望叔应试 望叔刚起身 琉璃已经回来了 脚步匆匆 一张小脸 阴沉得似要滴水 十分难看 小姐 了臣大师和十三娘不知所踪 怎么回事 我和端阳 跟着十三娘去了了了臣大师住处之后 刚踏进门口 了臣大师住处不知道怎么回事 整间房突然晃动起来 有机关暗器 从墙里和地面飞出来 我与端阳躲闪暗器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脱身 并发现 了臣大师和十三娘不知所踪了 灵化这才发现 琉璃一身狼狈 衣裳破了几处 已经挂了彩 显然 是早先经过了一场恶斗 端阳呢 她在查找了臣大师和十三娘的去处 我回来告知小姐 青阴寺是佛门清修之地 竟然有机关暗器藏污纳垢 真是好得很 住持脸早已白了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灵化也看向住持 张 张舵师 这 这老那也不知 不知是怎么回事啊 哥哥 我们去看看 燕青点头站起身 琉璃早已熟门熟路 投钱带路 一边带路 一边对灵化 仔细说当时的过程 了臣大师住处的机关暗器 何等的凶残 若非端阳和她武功高 一起前去 她一个人的话 不死也残了 但即便两个人一起 还都受伤了 她刚养好的伤 如今又挂了彩 琉璃越说越来气 狠狠瞪着住持 好一个轻音寺 今日你若是没有一句交代 我就一把火 烧了你这轻音寺 老那的确是不知 不知师弟的住处 怎么会有机关暗器啊 你们轻音寺 是不是有逃生的密道 我就不信你敢说没有 住持一时失声 说话间 来到了了臣的住处 只见房舍已经半滩塌 虽然不至于成为一片废墟 但是断剑 断刀 尖刺 金针 飞镖等 一样杀气 凌乱地插在墙上 或者落在地上 满地残骸 断阳身上也染了血 比琉璃得要严重些 同样上一次 不容易养好的伤 今日又挂了彩 少夫人 人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找了三圈 都不见那两个人的人影 主子 是属下无能 以为佛门清静之地 没想到 事发前 她带着人在外围 等人围上来时 人已经不见了 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机关密道在哪里 不怪你 住持大师 十三娘 是我密控在手多日的人 若是今日 从你这清阴寺放跑了 那你这清阴寺 还真是要封寺了 这 清阴寺若是有暗道 你如实说就是了 也不耽误我派人找十三娘 否则 就别怪我不对你这清阴寺 网开一面 是有一处密道 用来寺中发生大事逃生之用 就在老那的院子里 与了尘十弟的院子 并不相通啊 不相通 也可以挖铜不是吗 密道通向哪里 后山脚下 有一棵榕树一块石碑 出口在那里 嗯 细雨 你带着人 去后山搜查 可有密道图纸 张舵使稍等 图纸就在老那的禅房 老那去取 哼 你去取 你别跟了尘一样 自己偷偷跑了吧 哎呀 就在老那禅房的 碧灯的暗阁里 张舵使可以让人去取 小姐 我去取 燕青 走进半废墟的禅房 私下看了一圈 敲了敲一处墙壁 倒也不必去图纸这么麻烦 话音刚落 只见他的墙壁暗了暗 本来没什么东西 看不出丝毫痕迹的墙壁 忽然开了一道门 住持震惊 师弟的禅房 怎么会也有密道 这就要问你那好师弟了 都说出家人不打狂语 看来 是我太相信出家人了 我进去看看 你留在这里 哥哥小心些 印青恩礼生进了密道 云洛立马跟了上去 端阳也随后跟了下去 旺叔派了些人手 挥手吩咐 跟进去 保护小侯爷 小姐 这是密道图纸 灵话看完之后 将图纸交给旺叔 你带着一些人手 从住持的禅院下去 顺着图纸查一遍 小侯爷呢 他发现了这里的密道 已经下去了 住持大师 上一次了臣大师 给豫家通风报信 我家小姐网开一面 没有奈何了臣大师 如今他暴露出来了 把包藏祸心 你是不是同谋 老纳确实不知 这是怎么回事 老纳 怎么可能是 了臣师弟的同谋啊 老纳看中 青英寺数百年轻语 绝对不会 做危害青英寺之事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你 是不是看中 我家小姐心善 饶过青英寺 一次又一次 如今愈发得寸进尺 老纳不敢 老纳对天发誓 了臣师弟 禅愿有机关密道之事 老纳的确不知 若老纳胡言隐瞒 天打五雷轰顶 死后坠入阿比地狱 说是誓言管用 便不需要官府查案了 关于了臣大师的 一应过往 和这些年 在青英寺所作所为 尤其是崴角之事 到底真假 请住持都说说吧 他与十三娘 每次来往 你也都说说 灵化自然不会 在原地站着 转身回了 已经备好摘饭的 那处禅房 坐下身 让住持说 住持便将 了臣如何出家 入的青英寺 这些年 在寺中都做了什么 以及 与十三娘 有所来往的数次 他能记得清楚的 丝毫不敢隐瞒 便都说了 一个时辰后 他也说得差不多了 燕青也回来了 将这些饭菜 让人拿下去热热 燕青嫌弃身上蹭的图 可给我带了衣裳 带了 我去拿 你盯了许久的人 怕是白费功夫了 我下去时 早已没了人影 不过 有人走动过的痕迹 他们走得密到没错 不过不是两个人的脚印 最少有四五个人 其中有个脚印 一脚深一脚浅的 应该是了臣的脚印 不过 密到的通向 不是青阴寺后山 那棵大树石碑 而是山后那片湖 对岸的一株梅花树下 我记得上次赏梅时 有一艘停靠的木船 如今那木船没了 想必他们是坐船走的 顺流而下 那片湖水是活水 听说通向三百里外的 鹰嘴崖渡口 然后植入陈塘江 乘船去追的话 怕是追不上 我看水流都是顺流而下 已耽误了功夫 没那么好追 唯一的法子就是 快马加鞭 派人直接去鹰嘴崖渡口接人 但即使早有预谋 恐怕也够强能接住人 那也得去接 细语和旺书商议之后 一个带着人 找了一艘船顺流直下去追 一个带着人骑马 去鹰嘴崖了 至于沿途的山巒 也已经安排人去搜查 不过不一定有收获 若是他们聪明 只会先移不到鹰嘴崖 然后过了鹰嘴崖 有无数条路走 鹿鹿和水鹿皆四同八达 到时候找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动用整个江南草运 在联合陆林 围追堵截 不过这样一来 闹出的动静势必要大 肯定会透露出风声 也会惊动京城里的陛下 和一直与你作对的东宫 而且 还不一定有个好结果 算了 一个十三娘 跑了也就跑了 不是还有烟织楼那些人吗 再不计 还有伙食房那些人 旺叔离开前 以传信回去 让人将人都控制住 兴许他们没跑 兴许也跑了 跑不掉 大约也问不出什么来 这不是宽慰你吗 你听听就罢了 也别认真 行吧 只要人活着 就会有踪迹 今儿跑了 也就跑了 他日什么时候路头 再清算就是了 他不是想杀我吗 一日没杀了我 估计一日不甘心 我就是县城的活靶子 就不信他一辈子不来杀我 你放心好了 我宁愿他躲一辈子 了尘大师的住处 不会凭空出现机关密道 要建造一个机关密道 不只需要人力物力 还有财力 在这浮门之地 若想掩人耳目 也没那么容易 而住持大师说 不知道了尘大师的住处 有机关密道 你身为疑似住持 竟然不知 这就有意思了 这寺中 总有知道的人 了尘大师住处这个密道 看着还挺新的 时间不太久 也就十年吧 而住持大师处的密道 大约有百年之久 还是有区别的 十年前 寺中的确是大修过一次 每一座禅院 或多或少都有修膳 老那记得 师弟的院落修膳 的的确确是最久的 也是因为师弟善医术 也善琴 又爱花草 特意修膳了个琴房和花房 以及药房 但老那没想到啊